孩子們盡情扭腰擺臀 展現可愛模樣 野獵們則開心的 跟著節奏打拍子 為了陪伴孤老 提前度過久久重陽節 華山基金會邀請了 賽地20多名長者 與萬輪鄉立幼兒園的 小朋友同歡 希望孩子們的熱情及活力 可以感染每一位孤老 萬輪天池站在萬輪這個地區 已經服務了就是 70多名長輩 就是我們獨居行動不方便 老人痴呆症的長輩 那也希望這樣子的長輩 可以更有多餘多的活動 可以走出戶外 然後也藉由這樣子的活動 讓小朋友學到 就是敬老孝道的概念 然後跟長輩學習怎麼互動 然後怎麼相處這樣子 孩子們特別為野奶們 準備奉茶儀式 長輩們接過茶喝下 哥哥覺得好溫暖 你怎麼聽給我吃得比較不錯 你怎麼跟我練的髮髒 我們都這樣瘋台 都跟我們老婆說很開心 除了奉茶 大伙更為長輩們垂背 並給予愛的抱抱 透過活動不僅讓小朋友們 懂得尊敬長輩及傳遞孝道 孩子們更能了解重陽節的意義 我今天來幫阿公阿嬤垂背 端茶給阿公的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要端茶給阿公阿嬤嗎 因為是重陽節要尊敬長輩要孝順 這個活動能夠讓小朋友知道說 阿公阿婆很辛苦 那到這個九九重陽節的時候 是他們的節日 所以呢他們也很高興 來做一個奉茶 然後其實說實在就是尊重老人家 那長者也會很高興 活動也安排孩子們與志工 一起協助主長壽面線 而包含許多在地商家 如萬泰豬腳 加好美髮業者等 也響應提供長輩服務 期盼拋磚引玉 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行列 讓這份溫暖關懷 可以持續散播至各個角落 屏東樹不停楊正義採訪報導